大家好,我是王源,现在我在联合国 首先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论坛 感觉非常的荣幸与开心 第二次来到纽约 那在这一次论坛上 可以听到来自世界各国 各民族的一些优秀的人的声音 优秀的青年代表,优秀的领导者 可以听到他们说出自己国家的一些问题与解决方案 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 听到不同的声音,觉得非常的开心 从中受益匪浅 我觉得这个身份是一份荣耀 但是也是一份责任 因为有了这份责任 所以说我需要更加的完善自己 在更多的时间向大家展示出自己的能量 把我所倡导的话题 把我所想传达的思想传达给大家 让大家和我一起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去探访了三江的两所学校 在那里其实感受到 首先是很直观的感受 感受到学生们都非常的朝气蓬勃 能我和他们一起劳动 一起玩 一起上课 能够感觉到他们从得到优质的教育中 所获得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 这也是很打动我的 所以说也更加坚定了 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得到优质教育 帮助更多人 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 这样的想法 首先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切知识和创新的 根本就是要获得教育 有了优质的教育 才能够开拓你的思想 增长你的见识 才会有更好的创新和发展 那我觉得在有一些自然灾害 或者是人文灾害的来临的时候 教育或者是学校可以 让学生们感觉到安心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在学习知识的途中 可以让他们 我觉得是可以获得安心 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 当然是有受到上一次参会的启发 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从教育 还是从其他的方面 我都是想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那在上一次的话 听到了许多的不同的声音 然后之后也参加了其他前辈的一些活动 然后最后给了我这个目标 然后也去实践 也去努力 最后成立了基金会 首先我觉得 高中生和一个年轻的艺人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我觉得这两种身份 我可以体验到不同的生活 当我是高中生的时候 我可以体会到 优质教育带给我的益处 带给我的好处 那在我是艺人的时候 我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优质教育 了解优质教育 是当然会的 因为我觉得 我受到了社会很多的关爱 然后现在也有了这个机会 有了这个力量 能够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希望自己也能够做得更好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